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 选择一个较为舒适而警醒的姿势 你可以坐着或者躺着 轻轻闭上眼睛 全身放松 缓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 深深地吸气 慢慢地呼气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在一呼一吸之间 感受至高者的临在 他温柔 慈爱的目光 正在注视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儿子在自己穷困潦 甚至一无是处的困境里 依然获得了父亲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爱 这应该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我邀请你来体会一下这个档子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人处在低谷的时候 却被完全接纳和欢迎 这份幸福尤其显得珍贵 你是否也曾像那个档子一样 在你觉得一切都已成空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 却被天父或身边的人 依然无条件地爱和接纳 回想一个类似的经验 或者回想你生命中 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 MING PAO CANAD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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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